咱们来测试一下 看一下同学们可不可以听到 今天是2018年12月11号 马上进入到月中了 那么我们今天来去谈一谈 关于最近国际上发生了几个大的事件 第一个是华为的孟晚舟的事件 第二个是昨天晚上 英国在推迟她的一个谈判会议的问题 那么关于这两个事件 对于整体的国际金融市场 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 前者是造成了这个 孟晚舟的事件 是造成了这个中美关系 在走向和谐的一个路程上 加以了一个路障的那么一个过程 那么我们看到全球的金融市场 尤其是股市 那么对此表现了非常 本来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那美中贸易在川普跟习近平 进行谈判之后 进入了一个和解的状态 有90天的一个过渡期 但是随着孟晚舟事件的一个发生 那么这个整体的谈判的阻力 那包括对于整个过程的影响 包括对于两个国家在 信息安全问题在国家层面 那又出了一些非常大的一些阻碍 也造成了最近我们看到全球股市 尤其是中国股市 包括美国的华尔街 这个资金再次出逃的现象 那另外一个事件 就是昨天发生的英镑的事件 那英镑的事件 对于整体的非美货币 以及美元 我们看到昨天晚上 美元走了一波非常强烈的上涨 那但这个上涨 它并非来自于基本面的推动 不是来自于消息的驱动 而是来自于英镑的带动 就英镑昨天的大幅的下跌 而引发了美元指数的上涨 从而拉动了华尔街条 那这是我们今天要去谈论的两件大事 OK 好 那么我们先来谈一谈这个 华为的这个孟晚舟的事 可能大家不知道 觉得这个事情好像 就是好像是美国或者加拿大一方面 在执行实行它的治外法权 实际上不是这个样子 就是美国跟加拿大作为西方的两个法治国家 那么它也是挨得非常近 那么对于孟晚舟的抓捕 那我想并非 那我想也并非偶然 那有人把它跟之前的中心事件进行对比 进行比较 说这次这个总统啊 或者是白宫 他内部里面是不是早就已经有计划 有预谋 在习近平和川普会面的时候 直接去抓捕那个 抓捕这个中国的这个国有企业 华为他的最大的这个CFO 对吧 就把它给搞定 实际上不是 那这次华为的事件跟 这次华为的 有本质的区别 因为中心事件呢 是在 这个这个企业跟 最早的时候 2001年 包括华为 在向这个塔利班政府 在提供他的这个信息技术 各个方面的这些 这个包括通讯技术的时候 那么美国就已经对他进行制裁了 所以说中心事件 他并非 一日就 对他进行这个 对他进行这个制裁 包括技术的封锁 那这次华为也并非偶然 那 但这两者 这两件事情 有本质的区别 为什么 因为中心事件是属于 美国在 奥巴马政府在执政的时候 由总统所发出的行政命令 而去对中心进行制裁 对吗 包括对他进行技术封锁 市场 这个这个市场的驱逐 等等等等 但这一次华为事件 不是行政命令 因为 他是属于美国司法机构 因为美国的司法机构 跟行政机构 它是相对分离的 总统并没有那么 去抓捕某一个人 但是中心事件 是奥巴马政府在 民主党执政时期 直接是下行政命令 对中心进行制裁 那这次华为不一样 华为它是属于在 川普跟总统 在跟另外一个 在跟中国的总统 进行谈判的时候 美国的司法部门 所单独立的案 来抓捕在加拿大 抓捕这个 抓捕这个 任正非的女儿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两个事情 它不一样 本质从性质上 它不一样 但是结果是差不多的 为什么呢 因为攻图 涉及到一个命题 什么命题 就是这两个公司 分别向美国的敌对势力 中东的朝鲜的俄罗斯 提供信息和各个方面的技术壁垒 技术的支持 所以说造成了现在的 一个这样的结果 那么我们需要关注的是什么 第一 孟晚舟她本人 到底是哪个国家的公民 你肯定不是中国古兆 对不对 那不然的话 那那里就 自由的进步 自由的出入 那这是肯定的 那所以说 到底是香港公民呢 还是美国公民呢 还是加拿大公民呢 还是多国古兆 还是澳洲公民 这个不得而知 所以说 所以说这个事情啊 我们要去追踪下去的话 还要进一步看 看一看这个结果是怎么样的 但是现在出来了一些 这个烟雾弹 是否被保释 我们都不去观测 都不去看这些 我们来聊一聊华为 他的一个背景 那对于任正非 他本人来讲 我们知道他是在下海经商之前 那个时候是很早的时候 从九几年就开始 那个时候就有华为公司了 那当时他就已经做到了 中国共产党的这个解放军上校的 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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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员 军方 已经走到了非常非常高级别的军衔 他属于上校 这个这个 上校级别的 那在经商之前 他就已经在军方有了相当 相当雄厚的实力和背景 那包括最后华为经过了这个 两千年的几轮融资 一直一直到现在发展的这么壮大 从科技 从技术各个方面 已经走向了这个世界的这个 相当于在电子通讯行业的领军人物 那么他是 他的成功是远远跟国有企业的融资 以及这个政府作为军方背景 作为担保的这个这么一个过程 是离不开的 非常相关的 所以说我们看到华为现在走到今天 包括这个中国现在的核心的技术 那个云计算 还有这个 这个这个人工智能 还有这个通讯行业 等等等等 都跟华为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 所以说我们之前讲过说 华为的体量 包括它的影响力 在世界的影响力 在中国的这个企业当中的地位 的远远远远远超过 阿里京东 它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层级的 所以说这一次来讲的话 对于整个 其实这件事 整个这个中国的高层 包括这个企业界 包括中美之间的这些 本来走向走向这个 趋向的一个好的关系 在这个层面上 是拿下了非常 是非常非常不利的 那最终市场 会走到什么样的一个结局 会不会再重蹈中心通讯的负责 我觉得这是后市的一个非常大的看点 那现在就是说 美国它不再是以行政命令来处理这个问题 那如果是司法司法司法部门 或者是司法世界上升到行政命令的话 那么华为很有可能就走出心的老路 因为我们知道 不管它再怎么强大 它有绝对的核心研发能力 但是它的核心的技术 终究还是美国提供的 这个是我们不可避免的 至于到底要不要彻底的对它进行封锁和制裁 这个要取决于两个国家 这个这个在政治方面的一个 筹码的这个权衡 另外的话 第二个就是 关于这个信息技术安全的问题 那中国的这些 这个包括一些监控啊 各个方面 其实都是华为提供的核心的技术 中心通讯的势力 或者它的影响力远远不如之前 好 我们看一看 进入到这个昨天的这个 inbound这个事件 我们来看一看市场的一个 我们来看一看市场的这个盘面的变化 转机 去加拿大转机 我没有想到那个英国在 英国在这个 在还没有过圣诞啊 现在才11号 这个过节 有英镑的空单啊 我们来看一看英镑的空单 注意啊 我们先看一看美纸 今天跟大家讲一讲 昨天很多同学认为 就是说美元指数 不是你不是讲要下坡了吗 昨天为什么晚上又出现非常 这么大的一个上涨啊 这么大幅度的一个上涨 从这个地方给看 一路走走走走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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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97.50对吧 走到这大阳线上上涨上来 那么底部也是连续三次四次点次 那么这个主要的原因 我刚才讲了 就美元昨天晚上涨的原因 背后的推手是来自于英镑的下跌 并非来自于他本身的消息的驱动 或者基本面的上涨 对不对 当然对于美元的上涨 特朗普是这个咬牙切齿了 那在某种程度上来讲 他就喜欢强势美元 绝对不喜欢强势美元 他需要用弱势美元来维持经济的一个稳定 或者来需要维持他执政资源的这么一个 需要去维持他的这么一个 这个这个稳定的执政资源 因为他本来就从 从他上任以来打的就是经济牌 对吧 现在你看 两个事件 那第一个是 第一个是美国加息的事 对不对 那第二个是中美贸易挺火的事 那第三个事件就是关于孟晚舟的事 那其实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对于 对于整两个国家的金融市场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 我们不要去小缺这个事情 那为什么 因为刚才去讲到了 对吧 去讲到了 这个涉及到很多公司的背景 涉及到两个两个国家在经济层面 或者在政治层面走向进一步决裂的这么一个爆发性的事件 那所以说对于 对于 国家安全 对于信息 那包括对于政治地缘的博弈 包括对于这种 在军事上的一些较量都有非常大的影响 所以说我们看到最近股市也是表现出了非常 尤其是这个军工板块 军工板块和这个信息基础板块 这个股票的市值都是下跌的非常厉害 资金出逃的非常厉害 好 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来看一看关于英镑 刚才有同学问到说英镑有做多了 英镑有做空了 该怎么目标放在哪 我觉得这个地方英镑你是做空单的话 就不需要去给他一个具体的目标去设定它 因为我们昨天在 先前是在这个底部有英镑的多单 但是由于昨天晚上风险驱动的事件 那么我们将这个英镑的多单执行了随意两屏 但是我自己后来又在这个地方进了一个进了一个这个试单 看有没有机会反弹上去 但最后还是打阴线止损下来了 所以说有没有没有在去执行英镑的这个 没有在英镑上再去去去去放置头寸和筹码 那么如果你是有英镑的空单的话 我觉得现在可以去做一些减仓在1.25 在1.25关卡去做一些减仓 那甚至是走到甚至是这个甚至是保平的动作都可以 但是不需要全部立场 因为现在英镑还并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指涨讯号 指跌的讯号就是从1.27200点下跌的幅度走到1.25 现在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指跌的讯号 昨天的收盘价也是大阴线下来 那么对于空头是无优是非常大的利好 所以说英镑我觉得你可以使用跟踪止损的手法 或者使用走一步看一步并不需要全部了解 我认为下一个目标有可能会去到1.22 按照这个形式走下去的话 有可能会去到1.2 那投票会议通过投票会议的推迟 对于英国首相来讲也是非常大的考验 因为这次如果多事情处理不好的话 只会加剧 当前的这个特勒沙梅 他在英国现在是当政的执政党 英国的这个首相 那只会加剧他下来的这个时间 缩短这个时间周期的风险 下一届英国极有可能是新党上人 来去重新执政英国的一个 重新这个成为英国的这个党会 执政这个英国的下一届的政府 成为英国下一届的政府 有可能非常有可能 所以说这次英国脱欧事件 包括对于欧盟之前的谈判 对于当前的执政党来讲 是非常非常大的考验 所以说我们看到 由于压力 由于压力的增加 包括这个外来外界舆论 英国现在是国会统一不通过 英国对欧盟做出的巨大的账户 其中包括很多很多条约 全部都不通过 那所以说我们看到 在这个事情的阻力 或者谈判的进度上 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 英镑自身的这个影响也非常重 所以说我们看到从1.27直接就下来 这个地方是一个很明显的底部 从从 他都把它跌破下去了 而且是大阴险的下坡 那所以说英镑望下走 我认为空头情绪还在延续 包括我们看到昨天晚上 曾经比较坚挺的欧元 因为这个 我们看到上个月 上个星期公布的德国的 它的这个制造业的这个数据 包括德国的GDP数据 其实比上上个月要好一些 我们看到这个欧元 那也是因为德国的这个数据的支撑 哪怕国内有这个 这个政治动荡 那还是走的相对比较坚定 但是昨天英镑就直接把这个 把欧元给带下去了 给拖下来 所以说总体来看的话 非美货币现在是由于英镑的悲观情绪 推升了美元的上涨 那避险资产现在流入几个 第一是黄金 第二个是美元 第三个是日币 还有当然还有瑞朗 就是最近是一个什么 近期的行情是一个由 避险情绪 一段 行情 而且我认为在 华为事件 或者在这个英镑脱欧事件 这两个事件共同所 带来的影响下 那么这种情绪 我觉得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也就是说言外之意 那么近期我们如果要去 看待这个金融市场的话 那么如果是值得去做多的那些货币或者品种的话 我觉得在 避险的一些属性上 我们要去再次去做一些 这些考量 好我们来看一看英镑 不建议你去设置一个具体的指引位置 我觉得就跟踪它 然后在1.25附近可以去做一些检测 那顺便 由于这个波动的增加 那你可以将这个止损移动到水影仰平的位置 继续跟踪这一波走势 那另外一点要强调 给大家强调就是说 它的下方的一些支撑 我们刚才看到英镑在17年的一些高低位的一些支撑 高位低位的这些支撑 目前来看的话 处在1.27这一代 这一代的支撑是已经被跌破下去了 也就是说 它在这一代支撑被跌破下去的话 那么下方的这个空白 同学们注意看 那么下方的这个空缺就是会被进一步的打开 那么当这个空缺被进一步打开的时候 那么它下跌的一个幅度 或者下跌的一个可能性就会增加 所以说对于英镑来讲 我是不建议大家去尝试朝底了 因为我摸了两次底 第一次比摸对了 但是没有拿太多 只拿了差不多从1.27拿到1.28 将近100多个点 拿的点数不多 那第二次朝底呢 也是在这个地方试单 那最终是出局了 所以说在两次去测试英镑的一个多单的情况下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它破位下去的话 就不建议大家再尝试去朝底 不建议大家尝试去朝底 不是说在现在这个位置 暂时再等等 因为从瑞线上来看的话 我们看到它也没有比较 没有比较明显的这个止跌的讯号 约大阴线走下来 回到1分之1 回到内部 那可能还是一个期许下行的走势 所以说言外之一就是说 我们学习的一些这种日内交易系统 包括一小时 一小时当中 四小时当中的这些日内交易系统 那你可以通过系统所发出的这个交易讯号 去寻找到反弹之后高位的空点 那至于这个空点在哪 取决于大家自己讯号所发出来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入场的点位 还有止盈止损设置的一个位置 那我给大家的思路和建议是现在顺势而为 就按照现在英镑的这个走势 选择反弹之后逢高做空的思路 那你说老师英镑你之前不是说被过度低估了吗 是是被过度低估 但是事件的影响和这个被过度低估的一个品种或者货币 还会出现这种这种叫什么 我们叫做情绪 这个这个情绪被过度影响之后的恐慌性抛售 那英镑的话 我觉得在这个层面上来讲的话 起码现在悲观情绪还在 对于整个谈判的预期也不太好 如果预期好的话 不会出现这种结果 对不对 而且他的整个投票会也不会推迟 所以说总体市场对英镑的看法 还是一个相对偏空的 那么在此之际我们就不要去 频繁的去朝底英镑 起码在他出现明显的直接讯号之前 那这是英镑 我们再来看一看 欧元 欧元昨天在1.40这个地方呢 很深的一个走势来讲的话 应该是一个突破上去的走势 这个地方你看破坏之后回调 破坏之后回调 还继续走作 但是由于昨天晚上还是说 英镑的这个事件 他拉动了美指的反弹 美指的反弹又影响欧元 包括英镑对欧元也非常大的影响 那么是走了一个非常大幅的下跌 现在是回到了1点 我们把这个先删掉 现在是回到了1.13664的位置 那么在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看到日内交易当中 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点 大家值得去关注的 就是围绕在1.137 平凡的一个多空换手的迹象 首先这个地方你看 那所以说行情在围绕1.1380这一带 它是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构 那么通过这个结构的一个判断 或者我们通过去识别这个结构 我们可以知道 现在欧元是处在一个整档的行情当中 对不对 相对是偏向低位整档 它没有明显的单变趋势 你看走上来 走下去 走上来 走下去 走上来 走下去 那怎么去判断整档呢 就是一个品种 它在某一段时间之内 同一水平位置出现的高点越多 同一水平位置出现的低点越多 我们就可以给这段行情 给它的这个属性上 给予一定的判断 就是处在一个整档 低位整档 所以说在整档行情当中 我们需要去注意的点 就是它的这些高点 就是在整档行情当中 所出现的高点 以及在整档行情当中 由于过度的抛压 那所出现的低点 那我们在这些高低点当中 去寻找到买点和卖点 那么在现在来看的话 我们看到关键价格 日内关键价格是在1.1380 那么这个地方是一个多空换手的位置 那也就是说短线上来看的话 它可以作为我们日内当中去观测 欧元对美元的一个阻力的位置 1.1380 那这个阻力在它还没有形成 完全的上坡之前 它都对行情起着一定的阻挡作用 那么我们也就是说我们在今天日内观测 短线上来看 这个地方是一个可以大家去辨识它 辨识它的同时作为做空依据的这么一个地方 就是说如果今天行情再次走到1.1370 到80这个阶段 在此出现一些明显的讯号的话 我们就可以按照交易系统去逢高做空它 这是欧元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思路 就我刚才讲了 用整道思路来执行的话 比如说我需要去寻找到一些买点和卖点 对吧 那这个买点和卖点一定是出现在高位和低位 就是我们昨天讲原油一样 那为什么是一做多就止损呢 一做空就止损呢 就是原因在于没有去把握到那个买点和卖点的最佳位置 说白了还是废止的原因 位置没有把握好 那么在另外一个思路来看的话 欧元对美元 现在我们看到 它是正在承行一个互联形态 大家注意看啊 2 3 4 OK 那么这个互联形态 当然还有一个更大 那更大的话是走在下面 这里头 1 2 3 它可能这个样子 所以说就当前我们看到的这个小的互联形态当中来看的话 我觉得短线上来看 那今天反弹到有一个做空的区域 那至于这个地方大家要不要去做空的话 去学大家自己 因为第一损益比相对有限 因为下方的支撑 我们可以看到很明显在1.30附近的 1.130附近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支撑 对吧 下方的这个结构 我们注意看 所以说从这个地方做空的话 可能止损放在 那止损放在这个1点 我们来模拟一下 止损可能会放在1.14上方一点 大概25点的止损 目标的话 1.14 第一目标 第二目标 大概是1比2左右 大概是1比2左右 所以说这个空单的话 那大家要去执行的话 我觉得在日内交易当中 可以去做到一个短线上的一个属性 当然我更加建议大家再耐心等待一下 就是等一个XABC 走到D点 在这个地方去做这个欧元的多单 去做欧元的多单 根据形态来做 因为我觉得从这个地方来做的话 因为它是从C点走到D点 在半上腰当中 我觉得从这个层面上来看的话 它的一个做空的这么一个 空间可能会相对有限 它并不一定会走到1.30再反弹了 是这个意思 那如果是在D点做多的话 那么从损一比上来看 我觉得会相对合理一些 止损给到X点下方 止损给在X点下方 往上走的话 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第一目标 第一目标 第二目标 第三目标的话就放在前高 因为第三目标来看的话 这个地方还是可能会出现一个做空的机会 大概是这么一个样子 就是低多和高空的思路 在整档交易当中 我们之前去给大家提示过 寻找到那些 寻找到那些低位和高位 去进行精准的买卖 这个是最好的 所以说欧元在交易当中的话 我个人建议 就限价你不要去做多单 这个位置不要去做多单 那空单的话可以去尝试 就是回到1.1370 再往进再往上打一点 对吧 然后止损放在差不多20多个点左右 第一目标1比1 第二目标1比2 那么在这个地方去反手做多 都可以按照这个节奏来讲 原油的欧元 我是建议大家采取逢高做空 逢低做多 这限价的话你要是做的话 应该是往下做 因为现在是一个 现在是一个由多再次转空的 那个趋势 原油 不太好判断 因为原油现在是 再次又从高走到低点 又是走到了将近50附近 将近走到50附近 前的这些交易信号上来去看的话 我们其实有给大家提示 就是说原油在 一 二 你单纯的来去看这两根图形的话 对吧 这两个交易当中的形态来看的话 那你就知道原油其实明显在54一代 有非常非常大的抛压 就在这地方你看 那么这种抛压 它所体现出来的形态 第一是 你看垂线 第二个是 也是类似于垂线 两根垂线 上方有大量的多单 买涨的多单 被消耗 同时往下走 那么就单纯在原油54附近 所出现的KCC形态来看的话 我认为它底部 我认为它在这个顶部 一时半会 一时半会 还不太容易上去 那同样的道理 如果在底部出现类似的形态 我把这个形态去把它给镜像下来 去把它给镜像下来的话 从这个地方 好 那如果是在原油在50 50附近底部出现 类似于跟它在54顶部 所出现的形态一样的话 那言外之意就是说 你的多单就可以直接进场了 多单就可以直接进场了 但现在来看的话 就是我们不是不可以做多 就是我们讲的思路 就是原油是可以做多单的 但是前提是你必须要等待 你所熟悉的交易讯号 那否则的话 那你就是如果凭感觉买卖的话 那就不太是一个 不太是一个我们叫做专业的 或者是这种系统的交易者 对不对 所以说原油在底部 我觉得大家还是依旧可以尝试 提示大家的是 你等待一个 我们所熟知的一个交易讯号出现 底部 如果今天是收线收这个样子 如果今天收线是收成这个样子的话 那直接就是可以开盘价做 明天的开盘价做多 或者今天的收盘价做多 止损放在 止损放在这个下方 止损放在这个地点下方就可以了 还是原油在这个过程当中里去 它涨上去就是追涨 跌下来就是追 我不建议大家这样去操作 这是原油 好 再来看一看 英国会不会进行二次公投 二次公投的概率比较低 你说三次公投的话又回到欧盟 这种概率我觉得不太可能会存在 那如果是再次公投回到欧盟的话 那英镑可能会出现非常大的上涨 非常大的涨幅 那目前来看的话 这种概率不太大 这种概率不太大 每日 每日现在来看的话 有两个值得关注的 就是上方的一个压力和下方的一个支撑位 如果你是要去做 注意啊 就是如果要去做方向的话 如果要去做方向的话 那必须等两个位置的突破 其实这跟我们在去年去讲 我记得去年在一月份二月份的时候 那时候去讲欧元的案例 实际上非常像 当时欧元是在1.24的位置 是在高位 那也是出现 类似于这样的形态 那么像这种形态来讲的话 它其实如果是要做长线的布局 就是两个位置 然后往下走 OK 那每日的话 如果是突破114 那么上方的一个空间还很大 比如说115 116 那如果是往下走的话 这个地方的低点再次被打破的话 往下走 可能会形成一个长期的一个调整 但是这个是跟随美元来的 美元如果继续往下调整的话 每日可能会也会下破 所以说 在大的宏观的层面 两个方向 第一个是往上突破 那么我们在交易当中怎么去 我们在交易当中怎么去执行它呢 那我们在交易当中怎么去执行它呢 也是一样的 就是 你看四小时 那么我们昨天给大家在连接高低点 连接高低点 那么在这个地方 其实是有一个潜在的买点 但是最后每日是走在 112.30 里面其实也有个古列形态 把它放大一点 用颜色区分一下 走在这个112.30 那底部也是有一个双底结 反弹上去 OK 所以说 这个观点我们就这么来看着它 如果这次每日上涨 它如果没有停下来的话 继续以突破前方的一个阻力线 发生这样的现象的话 那么我们就去突破买入 突破买入 就往上做 也就是往这个方向走 那么我们再去执行交易测语的时候 你的方向就是逢低做多 OK 逢低做多 那第二个就是 如果它是往下走的话 这个原本的形成的古列形态 在这个地点买入的计划还是不变 依旧是可以做多 依旧是可以做多 那再往下回调 那就可能会成为一个将近差不多 一个月到两个月之内的调整 这个可能根据美元指数来做 所以说我们现在来看待每日的话 还不太确定 因为它是处于这个 之后的一个三角回调整理当中 回调整理当中 但这个回调整理随着它的一个整个 你看价格越趋近于这个末端 说明未来分化方向的可能性就越大 现在我们来去判断往哪个方向去走 还真不好说 也有可能往上突破 也有可能往下走 所以说我们在此之际的话 需要去做好一些准备 如果是往上突破的话 我们在交易策略上就是 逢低买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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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交易系统逢低买入 对吧 那突破上去的话 肯定是相对来讲 一个比较大的 毕竟是调整了很久 调整的时间也是比较长的 肯定是一个比较大的 不过继续上行 那如果是往下突破的话 那调整的幅度也会比较大 那这种往下突破 逆势的蝴蝶 我们也可以尝试去做到 也并非不可 而这个还要根据这个市场 当前的一个 当前的一个走势来看 没有太好的交易机会 那就单纯的就今天来看的话 我认为是没有太好的交易机会 因为这个地方没有我比较熟悉的形态 2 3 4 我看一看 这方也不太到 这个应该是不太能做 每日先观望一下吧 今天这个位置 它不是不可以做 是不在我的这个系统 交易系统的一个 做单的范围之内 的话就是 还是刚才讲的 往两个方向去 去做分析 好吧 再来看一看 扭币 扭币的一个 从扭币的这么一个思路上来讲的话 它有两个看点 就是在前面 从扭币的这个思路上来讲 有两个看点 第一个看点是在 我们看到在上周这个地方的一个收线 它这个地方收线表明 价格在围绕0.94 0.9 0.69 40到0.6960 有相当大的抛压 就是说这个地方 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做空的位置 但昨天来看 你看 昨天的收线扭币 在这个地方又是处在一个收支平衡的状态 所以说我们从当前来走的话 应该是一个 就当前的走势来看的话 应该是一个低多的一个趋势 从日内交易上来讲 日内交易当中来看的话 那这个围绕0.6860 那这个地方应该是个低多的趋势 再看一下四小时 那四小时在围绕着 我们看到0.6850 也是有相当 相当好的一个结构 有必我还是建议大家去逢低做多 我不要去 暂时不要去做空单 空单的话也是回到底部 那这个地方如果是出现狐狸形态的话 也可以去做空单 如果是没有出现狐狸形态 或者是双顶的话 那你不要去尝试做空单 好 再看一看欧棒 欧棒也是我们昨天做的一个带的一单 但是欧棒这个地方怎么讲呢 因为昨天晚上欧元的一报的拉动时的欧棒 也是出现非常大的上涨的幅度 最高价格是走到 最高价格是走到0.90868 我们如果再细心一点来观测的话 其实欧棒现在是走了一个比较大的AB等于CD结构 对吧 你看这个地方你看是1 好 再反过来 三 三 四 三 四 那就是这个地方的AB等于CD它是已经形成了 而且最高点就是刚刚好是在0.90800 昨天反转下来的位置 这是欧棒 好 再来看到 就是昨天这个点位的话入场点稍微早了一点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昨天晚上英镑会在 对方形成反转 不太好去不太好去 这种行情不太好去说啊 我觉得欧棒 因为如果是按照AB等于CD的话 那最佳的入场点位现在已经过了 不在 除非它能再次回到顶部 回到顶部 围绕这块区间当中做双顶的话 还是可以去做空的 就目前来讲这个位置你去做单的话 你的止损会比较大 盈亏比来讲的话就不太好 欧棒就我不建议大家现在去做 每家 再看看每家 每家有点可惜 怎么讲呢 就是说 其实最佳的入场的位置 就每家最佳的入场位置是在上周五 大阳线走上来回调到618%的位置 对吧 这个地方是入场每家最好的位置 但是 昨天我们下午再去代盘的时候是 希望他回到 回到接近618的地方 我们在这个地方以更加好的入场点位去 做多每家 但是最后就差那么一给我 最低价格是走到1.3280的位置 然后 这个地方就直接反弹上去了 走到我们现在是走到第二目标位 第三目标位是在1.34 1.3445的位置 是吧 1.3445 那么在整个 在整体的一个交易上 我觉得每家还是相对表现的比较强势 那么在他的一个大的趋势当中 上涨趋势没有走完 我们从上次从周线上来去看的话 每家高空的点位 我将会保持在1.36去长期看空每家 所以说现在是在1.34往上走的话 大概还有200点左右上涨的度 我才会去布局每家的 布局每家这个长线的高空带 就现在这个位置我 暂时还是以低多为主 但低多为主 你需要去找到一个 低多为主 需要去找到一个这么一个入场的形态 或者是入场的位置 那么前阻力是在1.34420的位置 这个地方他今天要是突破上去的话 就单纯的去买入了 今天突破上去买 所以说我给大家建议 就是每家你现在在1.34附近去观望一下 如果晚间出现再次美元走强 带动了加币的突破 那么在这个结构回调下来的话 那就是买点 每家的买点 止损放在下方 暂且来看的话 这个地方不足以作为入场做空的这么一个依据 或者是做空的点位 没错 没错 OK 美瑞 美瑞 美瑞这次回调的话 有可能会到波段的618%去 有可能会到618%去 先等一等 美瑞按照来看的话 景线位也已经被突破了 美瑞的景线位也已经被突破了 那这个地方来看的话 就单纯的是执行这种破位之后的顺势 破位之后的顺势做空单了 反弹上来往下去做空 黄金分割当中有两个位置 第一个是50% 现在是走到0.98 0.98874 0.98874 往下走的话是0.98347 看一下这个位置大概有 大概有这个 因为限价做空的话 盈亏比我觉得相对比较差 如果是回到上方在0.99237的位置去空的话 盈亏比会好一些 支损大概是25个点左右 第一目标50% 第二目标 这是美瑞的这么一个顺势交易的思路 30点 这个顺势形态 币点不太好 币点稍微差了一点 回调的幅度不够 币点稍微差了一点 我做这个 OK 好 那么按照今天的一个 按照今天中的一个交易来讲的话 其实美瑞现在是正在走一个空头趋势 对吧 上方的一个上方的这个高点没有被突破 那往下再走 低点也被创新低 所以说就当前的一个节奏来看的话 美瑞我是不建议去做多单的 反弹回来走到0.99249的位置去做空单 OK 止损30个点 止损30个点 入场位置是0.99242 0.99242 止损0.99538 第一目标 看一下第一目标 第一目标放到50% 大概是在0.98358的位置 1比3 盈亏比1比3 第二目标放在 0.97656的位置 0.97656 OK 挂单入场 入场位置0.99242 止损0.99538 OK 这是美瑞 好 再来看一看 下方是有些支撑 看一下美瑞 这个形态 看一下 我图表上 日线上好像是一个垂线啊 4小时 你看看你那个图表 看看日线上是不是 这个是FSM的报价 是一样 美瑞 有点不太一样 有点不太一样 等一下 大家等一下 因为在日线图上 这个地方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垂线 所以说大家先等一等 我们在这个地方 就限价这个地方是可以做一个多单的 我们先做一个多单 美瑞先做一个多单 就限价入场 止损放到下方 空单我们先放在上面去 先不去执行空单 我们先把这个多单执行进去 空单因为它还需要一定的空间 需要反弹到这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地方作为大家做多单的第一目标 1比1.5左右 损一比 OK 限价入场多单 止损于前低 我们把这个单执行进去 限价入场多单 止损前低 OK 止损价格是0.98 0.98669 OK 第一目标啊 同学们注意啊 第一目标放到0.992 0.99230 0.99230 第一目标1比1.5 第二目标2的话放到1比2吧 大概就是在这个区间了 因为这个地方我们刚才讲了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结构做空的位置 几千位下破 所以说价格 当价格走到0.9930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我们再看要不要反手去做空单 先把多单执行进去 止损放在下方 好吧 大概的话盈亏比我们朝着1比2去做 跟昨天美加是一样的 朝着1比2去做 这个单有没有什么疑问呢 四小时当中也有非常好的形态 吞没上涨 这个吞没上涨是比较重要的形态 下方又有这样的一根K线 买盘全部上来 对 这个 你那个是 四小时 可以可以 这个地方做多单 空单等到这个上方去再去 等到上方再去执行它 我们把这个空单做空的位置 作为我们的这个目标的区间 好吧 做我们目标区间 美瑞做多 OK 好 再来看一看 澳币 澳币的空单我还在拿 澳币的空单我还在拿 目标的话 大概是到 这个地方0.72 我再次做了一些减仓 我是1.5手 1.5手 我又做了一些减仓 总体来看的话 下跌的一个 总体来看下跌的这么一个趋势 还没有走完 下跌的趋势没有走完 昨天我们看到 它的收线也是对于空头来讲 是非常有利的 今天是相对于一个低开 走高 回到这个 回到这个 昨天的一个上一线的 二分之一的位置 价格我觉得还是往下 有可能会走到 0.7160 或者是0.7100 再次形成反弹 不要去做多澳币 澳币整体还是一个 做空的一个思路 好 我们看看有没有一些交叉盘 值得来关注 澳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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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傍日傍日我们这个傍日的这个 底单的这个试单啊 傍日也要离场了 双底也被下坡下去了 所以昨天是英镑的带动 所以就傍日我们也不要去朝底了 暂时不要去朝底了 英镑也是一样的 OK再来看一看 黄金 黄金还是那个高空的位置是1260 1260 这个地方明显没有太好的一个 不是一个止跌的一个这么一个迹象 就是一个止涨的迹象 就是突破前方高点 我觉得上方还是有相当大的买盘进来 那昨天我们看到前面的收线 包括昨天的收线 是一个继续上涨的趋势 暂时要涨这么一个形态 黄金不要做空单 暂时不要做空单 等走到1260 我们在高位去放空单 每家也是高空 等会儿的东西 水梯 1 2 好 那今天就 今天就做一单 咱们今天做一单 美瑞的这个多单吧 美瑞多单 在底部有比较好的形态 我们看用1比2来做 目标的话 放在我们 放在我们这个 做空的这个区域当中 好吧 入场价格现在还可以入 止损放在底部 这个下一线的下方 一点点 0.98669 好吧 我们看一下 今天有没有机会 这个美元再度拉升一波 将这个美瑞 将这个美瑞带上去 好 那祝各位交易愉快 我们明天下午再见 拜拜